二人二三年是2月22日 清华大学投读案受害者朱令在北京去世 据悉,朱令出生于1973年 是清华大学1992级化学系学生 朱令多才多艺,自小便学习钢琴 古琴1992年朱令考上清华大学化学系 并成为校民乐队的主力队员 此外,他还是游泳高手 曾经在清华的校运动会上多次得到名次 1994年荣获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 另外,他也是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 朱令曾有一个姐姐叫吴金 1989年4月,在北大生物系读书的吴金 在一次野外春游中失踪 三天后在一个悬崖下面,他的尸体被找到 姐姐的意外死亡,给朱令全家带来沉重的打击 1994年11月24日起 朱令开始出现奇怪的中毒症状 肚子痛,掉头发,入院未愈 1995年3月26日,朱令再次病重被送入协和医院 昏迷长达5个月 那时互联网还未普及 朱令的多名同学将这种不明的病症翻译成英文 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出求救电子邮件 收到了两三千条回复 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回复认为 这是典型的他中毒现象 后来,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确认 朱令曾两次他中毒 第二次中毒后 朱令体内他含量远远超出致死剂量 朱令父母怀疑有人蓄意投毒 由清华大学向警方报案 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孙某 当时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合法取得他严 曾对孙某展开调查 但由于他中毒测试报告出的太晚 朱令宿舍的物品被破坏 使得证据缺失 案情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2006年,孙某发表声明 坚决否认自己投毒 并称自己并非唯一能接触到他严的学生 经过多年的康复治疗 由于他中毒损伤的不可逆转性 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都没有得到恢复 留下永久的严重后遗症 朱令的生活根本无法自理 必须由年迈的父母照料生活起居 今年,朱令曾两次因脑流病情上热搜回归公众视野 朱令父亲吴承之表示 两次被投毒 他不单能活下来 还活了30年 这些都是奇迹